这一年平均就医约15次 大病小病都要找医生 可卫福部取消挂号收费上线 外界担忧未来看病荷包大失血 国王医疗院所挂号费超过150元 得向卫生局报备后才可以调涨 光是今年1到3月 台北市就超过110间院所价格调整 一般门诊急诊挂号费 调至200到600元的都有 未来免送卫生局备查 就怕会掀起一波涨价潮 不至于说这一个会 就大力的去烘台这一个挂号费 因为事实上是在台湾医疗院所的竞争 也是相当激烈的 所以这自然会有一个压制的部分 物价上涨房租人事成本都在升高 卫福部支持让医疗院所收费回归市场机制 台湾医疗可净性高不至于漫天要价 专家也认为涨价后反倒有助于医疗升级 减少过度使用 若是在医疗资源稀缺地区 医院不合理调高挂号费 或是联合涨价行为 地方卫生局公平会也都会介入调查 避免巧利明目乱收费 散烈新闻刘文宇科普轩台北层部到